国立台南大学前身为台湾总督台南师范学校 隶属日治时代之台湾总督 设立于明治32年西元1899年的4月9号 然后1899年他刚开始的校职为台南三三国王庙 学生仅42 1903年备校 1918年他副校校职在四凯楼 1919年他正式成立为台湾总督府台南师范学校校长 为本团籍 1922年正式迁入新校舍到现在 国立台南大学校时至今已经快要100年 但是他剩下的历史建物只留下红楼与琉球松 是硕国仅存的古老建政 他的红楼是清水红楼造三层建筑 建于1922年由台南中土木刻银扇系设计 那1945年台南的大空袭之战国中损毁严重 那国府来台以后校方为请建筑学者日本人 千千千岩柱太郎 芝田九盛协助规划出建 并且于北墙留下一整片的弹口墙 以留日后所历史的建政 那2002年由台南市政府列为市定谷基保存 这是红楼后面的一个景象 是不是很美呢 三层楼的一个设计 那偶尔会看到一些飞鼠 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cute 红楼的西边的后面有一棵非常高大的木棉树 它跟红楼搭配起来非常的美丽的一个景象 台南大学校门口的琉球松 为校友共读的回忆 此松树约于西元1920年代 红楼落成时期所栽种 至今树林近百年 有松博堂青之意 以成为学校精神的象征 中文章 一位发音 在党叶道中 未经许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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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 不许可,不许可,不许可 理想 你将很加的摇意 中文章 你不是说 那么无刀 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